你好,今天再给你奉向一个喜爱国的封口律 这个封口律实际上要叫王鞭 我不知道王鞭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王就是非常厉害的意思 鞭就是鞭龙呀,这一类的 这叫前说话的顾景顾美老货也是一个王鞭 那么这个王鞭的话 这样的是一个系列的故事 把这个,用泥仁画这个手法 把一些蔬菜都给放在这个舞台上来 我先念一遍 山西奔斯化过山,佛首王子坐紧乱 正经摩尔做了饭,红龙一身抛塔了 他的旧菜乱动动,他的凉风沾进井 他的蜡子掉到了红 过去绝着,过去裹着丝不翘 他把个孝蜡另上漫伞炮 一把爪出一根床 刷了皮子温扣过 你看他油盐蹭不蹭 他还要跟上大波声 就是说把这个时间没有交代 但是把地点交代在山西 这个都要地点,地点位置是在山西 山西奔斯化过山 这个化过山不是那个耸孔的那个化过山 反正是又滑又过,又山 山上都是又滑又过的 这是说明这个执币比较好 山西奔斯化过山 佛书王子做紧乱 那么这个王子呢 是不是这个佛书呢 还是佛书 但是我提到是佛书 佛书王子做紧乱,紧乱宝殿 好 那么,然后是正经摩尔造了饭 正经摩尔就是,金巴尔是正好的萌萌 这是咱们说的馒头 正经摩尔给造了饭了 红龙余生抛塔了 这个,那那个党帝的念法说 正经摩尔造了饭,红龙余生抛塔了 是这么个 他的就算那么抛塔了之后 实际上抛向了 抛打向之后的话 因为造饭了嘛 打开去炮 然后呢 哈的旧菜乱动动 大家看 哈的旧菜乱动动 那个旧菜 本来就是一种一种 是那么个帐 所以哈的旧菜乱动动 哈的两份摘进去 两份摘进去 嗯,哈的两份摘进去 非常形象的 旧菜乱动动,两份摘进去 哈的蜡子叼到了红 哈的蜡子叼到了红 过去裹着丝不翘 过去是 库库菜 那个在山盖宁 非常短 实际上是个救命的菜 在灾化年代的时候 抛起了这个救命的 那个五天坡上的王伯川 这个 他们老公炮着那个西梁国 大涨起来 结果变成了常祖国的这个三绿西梁 没有回来 热的这个黑的床 这个王伯川 登给了十八年 据说 这个 情花不解的时候 主要是靠库区 都是资人家 所以库区 库区 九人四不翘 他把个硝酸另上卖散泡 硝酸是 那个 那个散烧帐的种子 很小的酸 但是 偷偷的比较硝 吃辣辣的 其实挺小的 他把个硝酸另上卖散泡 我们放牛羊 放牛啊 放羊啊 放羊啊 经常就行的 挖着吃枕 这个 他把个硝酸另上卖散泡 其实 酷区和硝酸 都是散烧帐的业错 所以呢 是把个 好像是酷区 把个硝酸另上卖了 以巴抓住一根丛 刷了皮子 温扣拱 诶 这个酷区和硝酸 给散烧破了 但是从没破 所以以巴抓住了一根丛 刷了皮子温扣拱 这个皮搏来的话 温扣拱 这个还让人想起来在 呃 那个过代社会的那个大堂上 老爷那个大堂上 呃 靠翁的 这是温扣拱 是这么个 你看那油盐蹭蹭 他还要跟上大活生 那么把虫抓住 把皮子剥来 这是温扣拱 意思 所以 其他国内的人 就说是 你要受尽罪你 就说是 要让你拖一拆皮你 拖一拆皮你 你比如说把虫子皮剥来 这真正是要受大罪 实际上是 拖了 装的皮子 做 做的 吃下 你看那油盐蹭不蹭 油和盐 蹭不蹭 就是你看那蹭我嘛 又 呃 我来的油盐 撒了的盐 呃 这就说的是 油盐跟上大活生 那么这个 这个 只有十三区 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十三区 这个 这个 里面你就 前世还 今天都是要吃的东西 呃 你看这 正经摩尔就是馒头 呃 这个 旧采 两样子 凉粉三样子 蜡子丝样子 酷球样子 呃 酵酸柳样子 蟲齐样子 这个 油 白样子 盐 旧样子 对 都是越吃越管点 要么就是材料 呃 这是做料 你比如说油和盐 要么就是直接吃的材料 嗯 是这么个 呃 这个 挺起来 就说起来要朗朗上课 挺起来的话 挺有意思的话 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 但实际上的话 尤其是在我们岁的时候 这么一听的话 觉得实际很 就是 哎呦 不该从给法处里 没破坨啊 嗯 这么个点 就是 呃 反正是就觉得 匪朝有意思 就是 还是个气敌 娃娃之灰 多连语言能力 呃 呃 只要这个故事呢 这个 送口六年 这个大家奉笑的 多谢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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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